福特近日推出了一项有望显著改变汽车产业面貌的创新产品 这项最新的发动机技术并非仅仅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完善 而是对内燃机如何在我们的电动化未来中发挥作用 进行了本质上的重新考量 尽管汽车产业的众多企业正竞相投入纯电动汽车的研发与生产 福特汽车却另辟蹊径 他们认识到目前仍有大量的驾驶者尚未准备好彻底告别传统内燃机 福特创新理念的核心在于对功率密度的极致追求 传统的内燃机设计始终需要在体积重量与性能之间做出妥协 通常而言追求更强劲的动力往往意味着需要更大排量的发动机 然而福特工程师艾萨克颠覆了这一传统认知 他所主导开发的全新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能够释放出过去仅见于更大排量六缸发动机的澎湃动力 同时在重量和体积上实现了显著的缩减 这项突破并非源于单一的技术飞跃 而是先进材料与尖端制造工艺巧妙融合的成果 福特采用了铝合金刚体并结合高压压住技术 在保证结构强度的前提下实现了更薄的壁厚 最终他们打造出的发动机本体比五年前的同类产品 轻了大约15% 重量的减轻所带来的益处远超人们的普遍认知 发动机每减重一磅 都能直接转化为更优异的燃油经济性和更灵敏的操控表现 真正的技术精髓体现在燃烧室内 福特创新研发了一种新型钢壁涂层技术 将摩擦系数降低至以往量产发动机难以企及的水平 这种通过等离子喷涂工艺形成的纳米陶瓷涂层 能够形成极其光滑的表面 使得活塞运动的阻力比传统钢套降低了约8% 虽然8%的摩擦降低看似微小 但在实际驾驶中 它却能带来显著的燃油经济性提升 以及发动机使用寿命的延长 为内燃机注入了新的活力 涡轮增压技术本身并非创新 但福特的应用却独具降薪 其新一代涡轮增压器配备了电动辅助压缩机 几乎完全消除了涡轮持质现象 对于任何驾驶过涡轮增压汽车的人来说 都熟悉在踩下油门时 需要短暂等待涡轮增压器启动的时刻 而福特的电助力系统能够及时驱动压缩机 从怠速状态就开始提供增压效果 这是一种巧妙的软混合动力方案 无需实际采用混合动力车型 即可显著改善驾驶体验 通过消耗少量电能 实现了性能的显著提升 进入这些发动机的空气 也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福特宣称 其重新设计的进气气管系统将充气效率提升了近12% 本质上 这使得发动机能够更顺畅的呼吸 在每次进气冲程中吸入更多的空气 更多的空气意味着更充分的燃烧 从而带来更强的动力和更清洁的排放 气管设计采用了可变几何结构 能够根据发动机的转速和负载自动调节 在整个转速范围内优化气流 而不仅仅是在峰值功率时 福特还整合了最新的燃油直喷技术 能够在单次活塞行程中针对每个燃烧周期进行多次喷射 燃油可能被分成三次甚至四次独立的喷射 每一次喷射都经过精确优化以提升燃烧效率 这种精细的控制使得发动机在巡航状态下 能够以更稀薄的混合器运行从而降低油耗 同时在需要时发动机依然能够爆发出最大的功率 喷油器本身能在超过3508的压力下 将燃油物化成极其细微的油滴 使得燃烧过程更加完善和清洁 电气化理念的融入在此显得尤为关键 福特并未将这些发动机的开发与电动汽车计划割裂开来 而是构建了所谓的电气化燃烧系统 这些发动机从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 与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无缝集成 采用了48伏电气架构 能够在制动时回收能量 并在加速时提供电力辅助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巧妙地利用了原本会被浪费的能量 传统的内燃机通过排气和冷却系统损失了大量的热能 而福特的新方案在排气流中安装了热电发电机 能够将部分废热直接转化为电能 虽然输出功率不大 但足以驱动车辆的电气设备 而这些能量原本会直接散失到大气中 由此产生的每一瓦电能都意味着发电机少消耗一瓦 从而降低了发动机承受的寄生阻力 48伏皮带轮系统还驱动着急程式启动发电机 使得启停功能的运行流畅的几乎难以察觉 车辆在红灯前静默熄火 当驾驶员松开刹车时 发动机便能即刻重启 完全不同于早期启停系统那种笨拙和突兀的体验 电动机甚至能在极低的行驶速度下驱动车辆前进 例如在停车场缓慢挪动时 完全无需启动内燃机 那么这些技术进步对于驾驶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福特已将此类发动机广泛应用于其多款热门车型 实际效果令人印象深刻 例如一台1.5升三缸发动机就能输出高达180马力和210磅英尺的扭矩 在十年前要达到这样的动力数据 往往需要配备2.5升甚至更大排量的发动机 而这台紧凑的动力单元在高速公路行驶条件下 能够实现超过40英里每加轮的燃油经济性 以一虎跨界车为例 其动力输出线性且敏捷 摆脱了早期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常见的动力输出峰值特性 涡轮增压发动机那种突兀的加速感不再存在 驾驶员轻踩油门 车辆便能立即做出响应 毫无持质 福特通过精准的调效油门响应和变速箱程序 使其与发动机的动力特性实现了完美的协同 实际测试数据显示 搭载此发动机的车型 从静止加速到60英里每小时的时间不到8秒 完全能够满足日常通勤和高速公路并线的需求 噪音和震动一直是三缸发动机的固有缺陷 其天生的不平衡特性会产生独特的轰鸣声 这可能会让一些用户感到不适 然而福特通过一系列组合式的解决方案 包括平衡轴和主动式发动机支架 后者甚至利用48伏电气系统产生反向震动 有效地抑制了这些问题 在车厢内部 这些引擎表现出惊人的静谧性 通常比竞争对手更大排量的四缸发动机还要安静 尽管电动汽车备受瞩目 但现实情况是内燃机在许多市场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至少在未来十年内如此 在这种背景下 提升传统引擎的效率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 如果福特能够在整个车队范围内将燃油经济性提升15% 其累积减排量将是相当可观的 短期内可能比销售少量电动汽车产生更显著的环境效益 这些新型发动机能够满足严苛的排放标准 无需老旧设计所需的复杂且昂贵的后处理系统 燃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从源头上减少了有害排放 颗粒过滤器的体积更小更轻 催化转化器所需的贵金属也更少 发动机的运行更加清洁 福特已经全面达到了欧洲6D和勒沃德卢尔认证的要求 这两项均属于目前最严格的排放标准 制造过程本身也蕴含着环保效益 功率密度的提升意味着福特可以在相同的厂区面积内 生产更多的发动机 单台发动机材料用量的减少 在年产数十万台的规模下 所节省的资源是巨大的 此外 铝材的回收利用比钢铁更节能 福特已将发动机钢体中回收材料的含量 提升至50%以上 同时确保了产品的品质和耐久性 开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充满了技术挑战提升单位排量功率 即每升排量所产生的功率 会带来巨大的热硬力和机械硬力 福特工程师不得不彻底重新设计冷却系统 以应对急剧增加的热量 新的设计采用了3D打印的钢盖芯 实现了传统工艺无法制造的冷却通道 冷却液流经这些精密通道 能够精准地覆盖高温区域 确保发动机在持续高负荷工况下 仍能维持最佳工作温度 耐久性测试将发动机推向极限 远远超出了常规的驾驶条件 福特让原型发动机持续以最大功率运转数百小时 将数十年的实际使用浓缩至数月的测试周期 在气候试验舱中 他们模拟了从极地严寒到沙漠酷热的极端环境 以确保发动机在任何驾驶场景下都能可靠启动和运 行 他们的目标是实现20万英里无故障运行 初步结果表明 这些发动机有望达到甚至超越该目标 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出现在机油的选择上 减小摩擦的钢壁涂层和精密加工的部件公差 要求开发专用的润滑油 这种润滑油既需要在更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粘度稳定 又需要提供足够的油膜强度 以保护部件在极端压力下正常运作 福特与润滑油制造商紧密合作 专门为这些发动机优化了润滑油的配方 使用错误的油品可能会降低发动机效率 并可能造成长期的损坏 因此福特对润滑要求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 在市场定位方面 福特并未将这些引擎宣传为颠覆性的创新 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他们将这些引擎定位为面向那些追求现代性能 但又无需担心续航焦虑或充电基础设施问题的 客户的实用且高效的解决方案 这些引擎覆盖了福特旗下的全系列车型 从紧凑型轿车到中型SUV提供了一致的驾驶体验 并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效益 价格上的竞争力是另一个关键因素 这些先进的引擎相对于传统的动力系统而言 并没有大幅度的价格溢出 使得主流消费者也能轻松拥有 和在多款车型上共享部件大幅降低了研发成本 最终让消费者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享受到尖端技术 这在当今市场上极具吸引力 这些发动机同时扮演着过度技术的角色 对于那些对电动化感兴趣 但尚未准备好完全转向纯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来说 他们在保持传统车辆熟悉感和便利性的同时 也提供了一部分电动化的优势 例如电动模式下的静谧运行 以及混合动力辅助带来的顺时扭矩 这是一种明智的策略 通过逐步引导消费者偏好的转变 而不是强行推动突然的转型 在竞争对手方面福特并非孤军奋战 通用汽车也在自主研发先进的小排量发动机方面 投入了巨额资金 其技术路径略有不同 更侧重于气缸停用技术 通过关闭闲置气缸来实现节能 Stellantis集团则开发了Maltier多气门技术 无需传统的突轮轴即可精确控制气门证实 丰田持续优化其自然吸气的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 为混合动力车型提供动力 欧洲制造商如大众和宝马 长期以来一直主推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 但正面临着满足日益严格排放标准的挑战 福特全新的设计理念从零开始 而不是改造现有的架构 这是其在满足法规要求时具备一定的优势 无需依赖过度复杂的尾气处理系统 本田和马自达等日本制造商也在探索创新的方案 例如马自达的Sky ActiveX发动机 采用了类似柴油机的压燃点火技术 但却以汽油为燃料 本田则研发出了独特的可变气缸管理系统 竞争日趋激烈 各厂商都坚信自身的方案 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独特的优势 技术的多元化意味着消费者拥有更多的选择 并推动着整个行业的快速创新 展望未来福特发动机的研发路线图将持续延伸至2030年代 即便如此 福特也在同步在电动汽车技术领域投入数十亿美元 该公司认识到不同市场和不同客户存在差异化的需求 发达国家城市的驾驶者可能更青睐纯电动车型 而农村客户以及充电基础设施有限地区的用户 仍然需要高效可靠的内燃机选项 未来的发动机迭代将更深度的融合电气化技术 福特正积极研发能够提供显著纯电续航里程的48V系统 模糊轻度混合动力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之间的界限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探索可持续燃料 以确保发动机能够使用可再生资源制成的合成汽油 从而在不完全放弃内燃机的前提下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为这些发动机开发的先进制造技术 已经开始影响福特电动机的生产流程 精密铸造工艺先进材料 以及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正跨产品线进行转移 在诸多层面燃烧引擎追求极致效率的严苛要求 使得工程师能够更好地优化电动动力总成 福特已经证明内燃机并非注定要进入博物馆的陈列品 而是一项仍然具有巨大进化潜力的技术 这些新型发动机在动力输出 燃油效率和环保性能方面实现了数年前难以想象的突破 有力地印证了创新并非总是意味着抛弃成熟的技术 有时恰恰是将他们推向完美的机制